沒有錯 也就是看看是不是能夠把這個市場來做到 林議員你聽到我們主任的建議 你覺得聽起來怎麼樣 是不是阿姨 今天的來賓三位都講的都是 都非常好 這是大家來關心 因為慶蓮今天這個節目是非常的好 可以防防以為難 我是覺得現實的問題 我現在考慮的是說你十個車就要試試 你現在說這個都不會有 你現在說這個應該當大法官解釋的時候 我們相關不免就要做非常好的配套措施 明確的法令什麼違反都要出來 其實今天是真的 慶蓮今天慶蓮說提出這個節目 大家投票來提供人比較關心這個 我問他 也沒有幾個知道這個 在大法官你解釋你解釋 也沒有社會上都很冷漠的 你包括公司上載說 欸 採議就開始民間可以按摩了 你去問看 我跟你說大數多數的人 可能都不知道 你問都不知道 所以說你都不知道 你說這小的都沒有關心這個 我們政府說到法官解釋 我跟各位報告 涼民喔我們的弱勢團體 我們什麼會弱勢 原住民啊 中低收入戶啊 啊這裡 啊還有這個 中高齡的啦 聖境障礙的 鳳梁啦 這裡涼民也要處理這樣啊 嘿 大法官解釋啊 他說 工作前年年享有平等權利啊 接下來 可能這些弱勢團體 他也要比照辦理這樣 這有可能嗎 有可能要不 他也是弱勢啊 所以我們說弱勢就是照顧這些人 我們議員經常說弱勢 就是要照顧這些人 這弱勢就是這些人啊 包括我們現在要臨時就業 他們都給你整天 他們這個就是後勢的 啊現在啊 說市長的這個 已經 已經就坐了 工作前年年平等 那夏威呢 夏威就來啊 他們住民就來啊 身經障礙 中高齡的 啊低收入的 全部都是開發 都是年年工作平等 比照市長朋友一樣 這個問題啊 陸續就會來啊 為什麼他們開喔 工作人員都一樣嘛對不對 所以這問題也是來啊 啊我是覺得說 我們現在在討論這個 要幫助他啊 都受不了啦 這個已經都受不了啦 說這個都 我感覺實際上 還是要給他們一些心心啊 實際上他們在 到這個10月底 11月接開喔 他們實際 受到政府的照顧 你說啦 我看他差多少啦 實際說你覺得 政府有在照顧我 我有感覺齁 我相信 我們的主員你也感受得到嗎 應該也沒什麼感受啦 就是現在就擔心而已 你剛剛我們科長說這個啦 我也做擔同啊 但是現在你做得太好啊 你就要提早 那幾年前開始說 我們10月31月 開始就要開喔 民營了 你就相對配套的 已經有受益者了 因為我們政府 政府政府 規定的 一定給他們家的放心 應該會不會 他們到現在的方式 方式 我們主員就跟你說 辛苦了這間 吃辣辣 這間塊 我剛才來 我們這間餐 我剛才主員主員說 死了 事情大條 你做什麼錯誤 你沒有給我們市場朋友 感受得到 你有照顧我嗎 的感覺 你到訪去解釋 真的 受益 他們沒有感受得到 這是我們政府 要檢討的事情 謝謝 那我們勞工局 要不要回應一下 其實剛剛我們提到的一些 所謂 在職訓練提升 包括盲用電腦 就是其他按摩之外的 或者甚至是在 按摩領域裡面 怎麼樣提升他的專業 其實我們 並不是今年才開始做 然後包括據點的設置 譬如說像我們 伊甸基金會 在夢時代 我們其實有一個按摩的據點 其實生意還不錯 那因為他們的服務品質 其實是得到大家的信賴 所以我們希望說 能夠用這樣的一個模式 能夠 copy到 比較多的一個環境裡 那我們也知道 像義大世界 已經有這個民眾 他想要在義大開業 在一個按摩館 但是他說他要僱用五名市場者 就是我們努力的去積極的開發 包括跟中鋼 然後也包括我們 透過大型的宣導 在鹽城區這邊 也有一個寺廟 他願意說 請我們去評估看看 要不要在那邊設按摩據點 所以其實透過我們 能夠廣泛的 把這個按摩據點的鋪設 那基本上是希望 就可以來協助市場按摩師 有更多在按摩業 就是按摩的一個工作的收入 我想這是我們一直在努力的部分 謝謝科長 那主任您覺得就是說 面對轉型之後 你們有沒有這樣子的一個信心 就是說可以面對未來的挑戰 剛才議員的關心 還有科長他們其實在政府 政府單位也是有用心 那我覺得最重要的是說 要建立那個信心 要讓他看到一個 一個願景跟一個未來 那看到一個願景跟未來的話 就是說 你要讓他就是有一個工作的 可以實質的一個機會 第二你要實質 有一個教育的一個機會 那第三個 你要讓他就是說 在這個過程當中得到認同 那我覺得一個很重要就是 我們對我們自己當然是要有信心 我們不能說沒有信心 我如果說沒有信心的話 那我們等於是 對自己沒有信心 我相信對我們有自己的信心 第一個理由是說 我們相信我們的技術OK 第二個 我們相信我們的服務品質可以 當然我們更重要是 希望社會大眾 包括我們政府單位 包括我們議員 都能夠給我們有支持 那在支持的過程當中 他們如果建立了更多的一些客戶 更多的一些客人的一個 對他們的認同 我覺得在這個競爭的職場當中 雖然是辛苦 但是還是得到尊嚴 謝謝主任 那我們是不是再請教一下 我們勞工局這邊好了 就是我們剛剛議員也有提到 就是說禁用我們身心障礙者的 這個部分 那除了就是說 您剛剛就是好像從這個 大型的這個遊樂區也好 或者就是說企業也好 那我們公部門本身 是不是可以提供一些 什麼樣子的具體協助呢 目前在這個 我們講身心障礙定額禁用 他就規定公部門如果是雇用34人以上 就一定要禁用一位身心障礙者 但是這個沒有設定 一定要禁用什麼障別的身心障礙者 那因應的這個大法官視線的時候 其實在條文裡面 質疑局有再增加一條 就是如果公部門你有設置 所謂電話諮詢服務 每10個人就要禁用一名視障者 視覺障礙者 那這個部分就是因應大法官視線之後 希望開發就是電話諮詢的服務 特別保障視障者 那這個是在就是所我們說法規裡面設定的 那另外也有規定像醫療院所公園 或者是鐵路局交通就是公立單位 他必須要提供優惠給視障按摩師 在裡面提供服務 然後不得把這些空間開放給明眼人 去經營按摩 我想這個是在大法官視線之後 陸續出現的所謂配套的法條法規出來 那當然這個是還要需要努力 包括說我們現在接下來就是要去結合我們的醫療院所 那包括我們積極的在跟台鐵這邊聯繫 希望在台鐵的高雄站能夠設置一個按摩的據點 那我們也很高興在我們推動據點的過程中 也包括核心客運有積極的協助我們 那小港機場那邊的那個恒生免稅商店 事實上也給我們很多的協助 那包括我們剛剛提到的夢時代 都是我們去結合企業界 希望因為名利無窮 政府有時候資源是有限 但是名利無窮 我們希望透過我們更積極的努力去開發更多的據點 是 謝謝科長 那我們是不是利用最後的時間 請大家針對今天的主題做一個結論 我們任務員家先開始 謝謝 我也覺得這個科長 應該這個 既然我們市場修法有規定 醫院 車站 民航空機 航空站 公園 政府機關等場所 這有明應規定 所以要去做啊 你現在開始就幾十多年 開始有年輕計劃 我們要有朋友都給你用 禁用那個市場的啊 白按摩宴啊 超市啊 六號室啊 這包括這有規定嘛 這以外有聚的喔 這不是叫人家 人家會反對怎麼樣 這你就照規定 重要的規定 就是說我們就是規定說 車站 公園 這都可以去 做我們的市場的按摩地方 廣射點面嘛 但是有限制說那種的 肉供的不可以做嘛 我們以後就是要照顧他們這點的 不是照顧那個迷遠的啦 我也要朝這個方向去做 而且呢 馬上要去做 那個據點要具體的那個數字啊 要出來給我們那個市場朋友 有改做得到 政府有資金 要照顧我們 這樣比較實施 比較實施啦 那是我的經驗 感謝林議員 陳美亞議員 高雄縣市合併以後 目前的老人的總數大概 65歲以上老人大概佔了 28萬人左右 那佔了我們全部人口比例 大概10.1% 那我在這邊剛剛就呼應 剛剛主任所提的 在老人的這個區塊 是不是有可能讓市場者 可以去為這些老人來服務 那目前我們高雄市的公立的 等於是那個照護中心 只有一間 等於類似安養中心 那其他142所都是私立的 那我們在想說其實 高雄市有非常多的老人 如果能夠提供給他們 這樣一方面的按摩的養生的話 我覺得也是一個非常好的措施 所以在這邊做一個小結就是說 目前我們在短期 大法官會議做出來以後 我相信對市場朋友 造成非常大的衝擊 那因此各位市場朋友們 你們要記得 我們的勞工局現在有舉辦 只要你去受訓滿50個小時 個人的話呢 第一年可以領取1萬元 第二年是6千元 那如果你是自己小型的按摩院的話 是可以去請領15萬到20萬不等 那我想說在這兩年的緩衝期間 請你要去保障你自己的權益 那麼我們也希望說透過我們在議會 我們的05中議員好朋友 大家能夠共同來推動 是不是能夠讓有更多的點 或是讓這些養生的行業 能夠也鼓勵他們 企業界去禁用這些我們的市場朋友 那長期的話 我們也希望說能夠 從教育方面來著手 讓我們的市場朋友 能夠有更多發展他們的 天生潛力的這樣的一個機會 謝謝美亞議員 那我們李主任謝謝 謝謝各位 那也謝謝主持人 今天願意關心這個議題 那我覺得在此時此刻 關心這個議題 真的是很貼心 那我要講說 市場朋友呢 我們給他一個英文名詞 他不是一個handicap 他是一個disable 他是一個不同能力的者 你只要開關他腦力資源 除了在按摩以外 他還可以做很多的一些工作 但是目前呢 市場朋友呢 他們大部分都還是在從事按摩工作 那既然是大部分從事做按摩工作 按摩也是最以賴以為生的一個 可以拿到的這樣的一個工作機會 養家補口 那我覺得應該從這方面 實質的內涵去做一些的關心 那剛才各位來賓所關心的很貼心 就是從教育也好 從議會也要關心 從政府這邊也要很積極來做 那我希望能夠很實質的 看到他是一個實質的層面 而不是只有在談一些的 好像就是一個 一些概論合宜 那更重要是我們希望 當開放以後呢 我們有更多的一些機會 讓我們適當朋友去工作 例如說 醫院也好 或是老人機構也好 或是企業也好 或是其他的相關的一些 民間機構也好 我們都很期待 讓是讓朋友有工作的機會 當然在距離保護傘 收起倒數計時的日子裡呢 希望大家能夠持續給予我們身心障礙 朋友更多的關懷 讓他們有更多的信心來面對挑戰 高雄現場謝謝你的收看 我們下次同一時間再會 我們下次再見